哈囉 大家好 我是Dories 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自從我搬到加拿大之後 陸續一直都會有朋友問我說 可以怎樣移民到加拿大 他們的問題大部分都是 是不是一定要拿到加拿大的工作offer 還是說一定得來加拿大念書 才能夠申請移民 所以我想今天我就可以 跟大家聊一下就是 加拿大的一個移民的方式 叫做Express Entry 裡面的聯邦技術移民 那我會跟大家說明Express Entry是什麼 聯邦技術移民的申請條件 有哪些然後 適合怎樣子的人群 那希望可以給就是有想要來加拿大 移民的朋友們做個參考 那廢話不多說我們就開始吧 Express Entry就是俗稱的 快速通道是加拿大經濟類 移民的一個申請方式 大家可以把這個快速通道 想像成是一個魚池 然後申請人自己就是一條魚 那只要你可以符合資格 進入到這個魚池 加拿大的移民局他會 去挑選他想要的人 對他發申請信 那只要你拿到這個申請信了 你就可以在線上做移民的申請 那在你遞交移民申請後 大概六個月左右 你就可以拿到永久居民的身份了 所以其實是一個很快捷的方式 那要進入這個魚池 你必須是以下這三種魚 第一種就是聯邦技術移民 就是我們今天要講的這個主題 那第二種就是聯邦技工移民 這類的主要是適用於 就是有技藝的人 就像是廚師啊 電工啊 木工這類的職業的人 那第三種就是加拿大經驗類移民 那這類則是適用於在加拿大有工作經驗的人 一般是你在申請前的三年內必須要有一年加拿大工作的經驗 那要怎麼樣才能符合聯邦技術移民的申請條件呢 其實聯邦技術移民它主要有兩關 第一關它是根據申請人的年紀 你的學歷 語言能力 還有你過去的工作經驗 以及你在加拿大的適應性 來做一個評分標準 滿分是100分 那基本上申請人必須是高中畢業 你的雅思必須要聽說讀寫都有6分 還有你必須要在過去10年內有至少一年的全職 不間斷的工作經驗 那並在這個100分的打分系統裡面 你拿到67分才可以去做申請 舉例來說好了 假設今天有一個人他是阿明 那阿明他是一個30歲的台灣軟體工程師 那他的雅思有6.5 聽說讀寫都有6.5 然後他有4年在台灣工作經驗 他有台灣的學士以及碩士的學歷 那像以阿明這個條件 他在這個第一關的評分系統裡面 他就可以拿到67分 所以我會把這個第一關的評分系統的連結 放在下面的資訊欄給大家做參考 但進入於此之後 還有第二關的評分標準 而且這一關其實才是關鍵 第二關他的評分標準叫做 Comprehensive Ranking System 就是CRS 那這個CRS他一樣是會把申請人 根據你的年齡、學歷、學員能力 你過去的工作經驗 還有一些其他因素 來做綜合的評分 滿分是1200分 那我剛剛有說 就是當你進去這個辭職之後 移民局他會去挑他想要的人 對你發邀請信 那其實移民局他們挑的人 他們就是根據你這CRS的分數的高低來選的 越高分你就越容易被選上 那再以剛剛那個阿明的例子來說 以阿明的例子 如果他在CRS的評分裡面 他其實可以拿到是376分 那376分算高嗎 因為剛好我最近有個朋友 他上週有跟我說他沒有被抽到 他已經在魚池裡 但是他沒有被抽到 因為他的分數是460分左右 但是上一輪就是 6月12號的最低錄取分數 是465 所以其實阿明376分0 這個被錄取的分數 還是有一段距離的 那要怎樣來提高你的分數呢 如果你人在台灣 你沒有加拿大的配偶 沒有加拿大的工作經歷 也沒有加拿大的工作offer 目前也不考慮來加拿大念書 又想要以聯邦技術移民這個方式 來移民加拿大 唯一解其實就是提高你的語言成績 像以剛剛阿明那個例子來說 如果他今天他的亞絲分數 可以從聽說讀寫6.5 提升到聽說讀寫8777 就是除了聽力是8分之外 其他都是7分 那他的CRS的分數 就可以從376 提高到464 雖然說還是離上一輪的465 有一分的差距 但其實移民局平均每個月 會有兩次的邀請 那從今年2019年 一直到現在最低的錄取分數 是438 所以其實阿明如果他語言能力提高了 他還是很有機會被錄取的 所以建議大家也可以到加拿大官網 他CRS試算的那個網站 去算算看根據自己的條件 目前可以拿到多少分數 那我會把這個連結放在下面 希望今天這個影片有幫助到 想要來加拿大移民的人 那如果有什麼問題 或者有什麼建議也歡迎在下面留言 喜歡我的影片請幫忙按讚訂閱 並開啟小鈴鐺喔 下次再見啦 掰掰